Shin Lam是一位伟大的魔术师,以其精妙的扑克魔术而闻名 他的每个表演背后都隐藏着机会让人无法弄明白的秘密 但今天,我们就揭开Shin Lam背后四大扑克魔术的秘密 把甲板变成卡片 Shin Lam从盒子中取出一副扑克牌 并向众人展示 之后,他使用了几个神奇的手势 就在一瞬间,他将整副牌变成了一张签名的扑克牌 而左手中的签名扑克牌则变成了一副牌 这个魔术的秘密其实非常简单 Shin Lam开始拿着的那副牌中隐藏着一张道具牌 他打开后就像一副牌一样 然后,他将道具牌换到了左手 并将那张签名的牌放在那副牌的底部 如果我们放慢视频的速度 可以看到在他的左手中 有一张道具牌 打开看起来就像一副纸牌一样 而他的右手拿着签名的牌 其他的扑克牌则藏在他的夹克里 口中的卡牌 在这个魔术中 Shin Lam首先将签名的梅花坠翻过来放在桌上 然后示意袖子里没有任何的东西 之后,他将桌子上的梅花坠翻开时 却变成了空白的卡,而有着海底签名的扑克牌 却出现在了Shin Lam的口中 如果你仔细观察慢动作 就会发现,当Shin Lam拿起梅花坠 准备放在桌子上时 他把有海底签名的卡牌 悄悄地放在了扑克牌的底部 然后把顶部的那张空白的牌放在了桌上 而在向观众展示的时候 他将那张清明的牌折叠 紧紧地放在卡牌的底部 然后将其放进了嘴里 把黑桃Q变成空白 在魔术中,Shin Lam在Tayra的手掌中 放下了有签名的扑克牌黑桃Q 接着,空中挥动另一张空白的卡片 转眼之间,他将空白的卡片 神奇地转换为Tayra的签名卡牌 而Tayra手掌中的签名卡 则变成了空白的卡片 Shin Lam在这里使用了两张卡牌 一张是由Tayra签名的黑桃Q 另一张是空白的卡牌 仔细观察慢动作 Shin Lam把Tayra签名的牌 放入了牌组的第二个位置 之后,快速地将牌组的第一张牌 也就是一张空白的牌 放在Tayra的手掌之间 接着,他从桌上拿起了另一张空白的卡片 卡牌的背面是Tayra签名的卡牌 Shin Lam在空中用手挥动了几次 就神奇地将空白的卡牌变成了黑桃Q 无中生有的牌组 在这个魔术中 Shin Lam最初只有两张卡牌 但是,他将这些卡牌对着桌子滑动时 桌上却出现了很多的卡牌 这怎么可能呢? 他最初向我们展示的两张牌是真的 而且没有做过任何的手脚 但秘密就在于绝对黑色的桌面 任何图有绝对黑色颜料的物体 会吸收所有的光线 并且没有任何的反射 即使是立体的物体 看起来也像一个平坦的表面 其实,所有魔术中出现的卡牌 早已放在桌上 只不过,因为图有绝对黑色颜料 所以,观众才无法分辨出来 你已经明白了Shin Lam这些精彩魔术背后的秘密了吗? 那你最喜欢它哪个魔术呢? 欢迎在评论中留言与我们分享哦!